那么2024年的第一队全新超凡角色正式上线啊 咱们50个大广开抽不多BB 啊好好好 就他妈一个红框啊 还是个厨师大肥 啊又是红的啊 啊小斑比 啊还是红的 又来两个小斑比 还是红框呀啊 又来一个厨师大肥啊 好最后一个失联终于出金光了啊 这才对嘛 你要我中一个保底哥 我是可以接受的啊 老子一个没有呀 鲁伊斯大肥 是完全死了 哎你妈再来50片啊 再来50片啊 属于是上头老 那这部运气如何啊 又是一个什么诸葛明 我靠笑死我了 这鹿伊啊 哪里得死死啊 完美诠释 什么叫做大数据杀手 好烧饼啊 再来 金色传说 一个金啊 估计是蓝角色 嘿 好不好兄弟们啊 这一波啊 基本上是大保底了 大保底啊 前50片 勾巴都没有 后面随便来 太好玩了 这游戏 要笑着玩 鹿伊 四千天啊 两个大保底啊 你们啊 两个大保底啊 所以我就想说啊 游戏 要笑着玩 鹿伊 要四千天啊 对吧 被鹿伊 大数据杀手 拿捏得死死 真的是 然后这次的话 这个妹妹啊 这个诸葛明啊 是绊子出的 第二个中国风的角色 第一个的话 是梦瑶 对吧 哎 你看你看这造型啊 丸子头 旗袍 啊 充满了中国风的元素啊 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刻板印象 It's kind of stupid type 哎 whatever 然后啊 据说这个妹妹 会跳科目三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